男主颜值都不行 国偶剧还能看点啥 如今的国偶剧 最引人注目的 大概就是男主的颜值了 用一言难尽来形容 都显得有点客气了 简直就是不堪入目 难以显像这样的颜值 观众们该怎么客气皮 回想这几年的国偶剧 好像男主鱼的颜值 确实在一路下滑 1.968主赖翼 在这部剧中 男主男二仿佛拿错了本子 赖翼的身材过于消瘦 假发套又勒得眉毛上扬 比起正派 他还真有些反派的气质 反观男二和方艺伦的 古装造型毫无违和感 清秀帅气 与女主在在一起 嬉皮感超重 因此有不少观众 都刻起了男二和女主的嬉皮 虽说不应用颜值 来评判一部剧的适配性 但作为国偶剧中 一个迷倒万千少年 大众男神 对颜值还是应该有一定需求吧 2.君九龄 金汉 君九龄中 男主金汉的颜值 是不是有点过于牵强了 虽说金汉无关不丑 但这部剧的古装造型 实在是太宅那了 简直就有些像三星堆 即使有很强大的滤镜 依旧让观众们难以直视 甚至有不少观众喊话偏方 不要给金汉特写镜头了 真的十分劝退 很难不怀疑 剧方是不是打仗靠 黑金汉来搏热度 这种颜值是确实可不动 3.冯君正当时 黄天奇 说到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并不熟悉 但要说在古剑奇谈中的小徒俗 应该就都有印象了吧 少年感十足不说 古装造型也十分盈气 让人难以想象 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偏偏 他长大之后就成了这样 在这部剧中 黄天奇饰演了一个傻少爷 先不说这个设定啊 但黄天奇的武官 搭配上前额的两缕长发 确实让人无力吐槽 说丑的有点太客气了 不平常的面部 搭配上糟糕的造型 再加时不时暴露的大白牙 我不说这是男主 估计你也猜不到吧 4.春蓝真心河 罗正 在这部剧中 罗正饰演的是一个 中原郑国大将军陶俊然 但这个颜值 确实有点拉胯了 其实 罗正的颜值 是属于那种 标准的狼肘的一个长相 但等到他把刘海都溜上去 露出额头与武官 这样的长相就有一些吃苦 首先是罗正的脸型 正面看着还行 但侧面看像极了 被斧子劈过了 面颊异常的内涯 实在是有些过于违格 借用某人的话 那就是长了一张歇靶子脸 其次是罗正的嘴很大 古装半天都把五官 露出来之后 就显得更大了 让人一眼望上去 只有一张嘴 实在是扣粉像 让观众喜爱不起来 5 花府小姐要出头 董言蕾 在偶像里一声 总 董言蕾是个可爱的弟弟 给人感觉十分讨喜 但在花府小姐要出头中 这个大背头的造型 将董言蕾 所有的缺点 全暴露出来 这厚嘴唇 他被脸上了 用网友的话来说 就是看到这样的男主 也怪不得 小姐要出头了 如果说之前那国偶剧 演技人气不够 但最起码 还有一张脸 可以好好可 但看到如今那国偶剧 唯一的优点也不在了 那么请问 国偶剧还能剩下点啥呢